那么就是各类企业组织形式的比较 各类企业组织形式的比较 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不同的企业 对吧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就是月薪就是六万 就是块钱月薪六万 每一次开会的时候 他都必须在场 老板就说了他点头这决定就过 他不点头这决定就不过 那么你开会的时候 所有的会他都要在场 可能是一道采购 可能是一道销售 可能是一道公司的经营 你点头就过 你不点头就不过 人家给了你这么多的钱 你就要承担这么多的风险 你说他压力大不大 很大 还有一个朋友 外企的 外企的也是年薪一百万 然后呢英语听得懂 说不好 听得懂说不好 但是呢 简单的表达会 那老板也说了 开会的时候 他也得在场 他说yes 这事就过 他说no 这事就不过 所以那一百万好赚吗 那如果公司来一个特别大的战略投资 你说我就会有借比 我带借在币箱的 你能挣年薪一百万吗 不能呀 对吧 我们稍微讲一讲这些 经济法上的东西 你都觉得难了 那不对着呢 这不过就是冰山一角 这啥也不算 你真正的做起管理来 做起筹划来 这些东西都是常识 他不是知识 对吧 同学们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个职业有前途吗 有 有前途的 但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不断的去努力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其实你在学习这一年的过程之中呢 你可能会觉得呢 好多东西都还给我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前一末话中 你懂的就多了 对吧 包括我们讲了一个案例 或者是呢 我们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 那么他其实都可能会涉到一些法律上的道理 或者是会计上的道理 你可能听过了 你就懂一些 前一末话嘛 对吧 对 前一末话 他知道啊 那么各类企业组织形式的比较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公司 个人独资合合企业 和各级红红 就这几种 咱们看一看 首先呢 有限责任公司 还有股份 有限公司 他们都叫有限责任 他今天上午去看了个房子 就是因为想干物业嘛 你不得找房子嘛 这个房子呢 是我们这个二期开发商的一个房子 我看了看 它不行 那毛皮房啊 就是你想把那个房子租下来用 就光装修 估计做一百万 这么大的投资 难要钱呀 对吧 所以不能投 这个得慎重 你看 他为什么不装修这个房子呢 因为他那个房地产公司快破产了 没钱 这个公司装不起 好多房子其实都已经弄出去抵债了 但是这个房子呢 抵不出去 因为它太大了 一千平 你就得一块租 如果我也确实是看了 你把它破开租的话 那房子没法用 但是那个老板 今天我们那个书记跟我说了 老板 有钱 企业都破产了 老板照样是有钱人 这就叫有限责任 记住了吗 我跟你讲过这么一件事 是吧 房开公司老板 有钱 但是企业快破产了 为啥呢 有限责任 他只是根据他在企业的出资限额 承担亏损 反正这个公司我赔完了 对吧 我的出资我也都入了 我都赔出去了 那我赔不起了 破产 破产就不用还债了 没了 公司 那倒霉呗 他自己照样是有钱人呀 这就是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不耽误老板是有钱人 那么怎么个有限法呢 如果你是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机以任交的这个出资额为限 承担责任 你任交了多少出资额 你就承担责任 是任交啊 同学们 我们以任交的出资额为限 承担责任 但是我们要以实交的资本为限 分享利润 你说以任交了300万 一份没入账 你就要分红吗 这个不行 以任交的出资额为限 承担责任 但是要以实际入账的资本为依据 来分享利润 那么同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以任交的股份为限 承担责任 你任交多少股份 比如贵楼茅台 今年不是两个段子吗 一个就是贵楼茅台 股票涨得比较厉害 是吧 贵楼茅台那个总工程师 不是要什么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看见了吗 那个新闻 还有就是那个比特币 是吧 比特币涨得也特别厉害 那你看 你买了多少股票 你就承担多大的收益 享受多大的收益 同时承担多大的亏损 这就是认购的股份吗 买股票 你看你的经济实力呗 那胆小的别买 钱不多的 还是放在银行 从个定期吧 现在三年定期 3.85利息还是可以的 个人独自企 合伙企 还有个体户 他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无限 这个无限责任 那就是辛辛苦苦多少年 一下回到解放钱 你看着你这么多年 风光无限 挣了不少钱 一旦干不好 这企业赔钱了 一下子就又回到解放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无限责任就是 当这个企业的财产 当这个企业的财产 不足以还债的时候 企业的财产不足以还债的时候 他又把他家里的财产 拿出了还债 那你不就一下子 又回到解放钱了嘛 对不对 这就叫无限责任 所以好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老板 办企业的时候呢 他就愿意办一个那个公司 因为他承担有限责任 假论万一企业干不下去了 他不耽误他做有钱人 是这样的 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 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都是无限的 这个人独自啊 合伙呢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指的是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呢 以认交的出责为限 承担责任 个体户呢 以个人财产或家庭财产 承担责任啊 这是个体户啊 他们责任的承担形式 咱们重点呢 给大家说一下 个人独自 还有个体户 这两个东西 你说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吗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区别 但是一般的个体户 可能办的更多一些 我特意问我工商局的 首先呢 他们都是承担无限责任 都是一个自然人 名义投资成立的 这个自然人呢 必须得是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 什么叫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 那么同学们 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回去读民法典 民法典上 对完全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人 是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定义的 首先呢 18周岁 这是你的年龄 对吧 18周岁 年龄上你是成年人 如果说你16周岁 但是以你主要的劳动所得 为你生活的主要来源 那么也可以视为你成年了 这第一个 年龄上没有问题 对吧 年龄上没有问题 这个脑袋还得没事 就是智力上 那智力上的你得是智力健全的人 也就是16周岁 以自己的劳动所得 为生活的主要来源 或者是18周岁以上的智力健全的人 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责任 责任人 那么完全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人 就是可以从事一切的合法的事物 那如果这个脑袋都不行 对吧 比如脑袋的精神病 那这个就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吧 或者是你间歇性精神病 一段日子犯病 一段日子不犯病 那这个就叫什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以说呢 从民法的角度上来讲啊 民法总则 包括现在的民法典 你这个人的行为能力呢 就是完人 限人和无人 完人是啥啥都能干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 就是从事一些和他的智力 年龄相匹配的活动 还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 他的行为能力要通过他的带给人 带他为执行是这样的 现在是什么样的人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呀 纯精神病 纯傻子 对吧 智力有问题的 再一个就是八岁以下的孩子 是吧 所以说呢 你说这孩子啊 这证明早熟啊 法律都修改了 原来是十岁 现在成八岁了啊 现在孩子们的猴经猴经的啊 那么相同一点的 就是每年的一月份到六月份 登陆全国企业信息 这个公式系统 进行上一年度的年报 都得年报 大家现在我们都可以开始年报了吧 对吧 一般的到了那个次年 就可以开始年报了 现在你可以进行工商年报啊 工商年报呢 是每一年的六月份之前 你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活 它特别的啰嗦 你要不报 报的话非常简单 就那么几个数据 你从账表上完全可以提取到 但是你要不报的话呢 一旦给你列为非正常 你想从非正常里把它转出来 那可麻烦 所以这个活别丢了 咱们学堂的课程大厅里面 应该是有 就是个体户年报申报 这样的课程 你可以去看看 那么它有不同点 那从事临时经营 季节性经营 流动经营 还有没有固定门面的摆摊经营 不能登记为个人独资 但是可以登记为个体户 所以说个人独资呢 是必须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 个人独资呢 可以设立分支机构 个体户不行 个体户呢 因为它和这个 个体户的业主相关 而且这种个体户的 且一般是不可以转让的 这个业主 他比如说 这个人死亡了 对吧 那这个个体户就没了 而且它不可以设立分支机构 但个人独资可以 个人独资呢 可以变更投资人的性命 个体户不行 个体户就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就是这个个体户 个体户就是你 他和你这个自然人 是绑在一起的 那么个体户变更经营者的 应当在先注销 而注销以后再新办 而是这样 那么个体户的投资者 与经营者呢 是一个人 也就是投资设立 个体户的自然人 但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呢 可以委托 或者聘用他人管理这个企业 一般的个体户呢 都是自己干 对吧 同学们 你说你开个监名摊 然后你还雇个人 给你谈监名啊 那你得多有钱呀 对不对 但是个人独资企业呢 他可以聘人干 为啥呢 因为他还可以成立分支机构 从这一点上看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个人独资企业 他的体量 还有他的自由性 比个体户要更大一些 对吧 更大一些 这就是这个企业之间的 这个比较 那我们不同的企业的 组织形式交税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税怎么交 咱们看一下 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交税 有什么不一样 他这个税呢 主要是在 所得税这个上面 是有区别的啊 我们看一下 常见的这个税种 不同企业组织形式 交税的区别 常见的税费 有增值税 消费税 常见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房产税 车船税 土地使用税 樱花税 两大所得税 工会经费 还有残保金 这是税和费啊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税费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微企业是一个概念吗 我们经常说小规模纳税人同学们 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微企业是一个概念吗 这个不是吧 小规模纳税人就是增值税纳税人的一个身份 增值税纳税人你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它是以年收入额不含税价500万为借的 所以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这是纳税人的身份 小微企业和小规模纳税人不一样 这个小微企业呢 有国民经济这个分类啊 有这个小微企业 我们在这里理解的小微企业 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啊 它就指的是企业所得税上的一个小微 那么企业所得税上的这个小微呢 我们指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呢 就是你的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 人数不超过300万 利润总额呢不超过300万 这样的我们把它叫小微 小微企业呢在我们这里 我们主要是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比较大 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比较大啊 所以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微企业 它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概念啊 一个是增值税纳税人的身份 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第二呢 一般纳税人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吗 当然可以了啊 一般纳税人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啊 一般纳税人是可以享受的 因为你一般纳税人还是小哥们纳税人 这是你增值税的问题 那么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是锁的税的问题 你是一般纳税人那么你可以同时是小微企业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一般纳税人是增值税的身份 那么所得税和增值税它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年销售年销售额大于这个500万 对吧 那么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一般纳税人 但是你只要是说资产不超过5000万 利润不超过300万 人数不超过300人 那么你就是小微企业呀 所以一般纳税人当然可以同时是小微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一般纳税人同时是小微 第三个呢 就是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有什么 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有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 这个大家清楚吧 一个是查账征收 查账征收呢 就是根据你的账来征你的税 账上怎么寄的 我们就怎么去征税 按照账上的利润 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去征税 那么核定征收呢 核定征收呢 一般的就是对于企业会计账策 不是特别健全的这种哈 核定征收 那它可能是按照收入给你定一个率 对不对 按照收入去定一个率 按照这个收入呢 去定一个率 然后把这个率定出来以后 收入乘以这个应税所得率 这个就是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用你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对应的税率 就是你的应纳税 这是我们这一些小的问题 你要知道啊 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 它都要涉及到这个问题 不同的组织形式 它都要涉及到这些概念 所以大家把这个概念弄清楚 现在呢 在我们企业所得税的这个管理上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是个核改查呀 对吧 因为查账征收 是我们什么 查账征收是我们一个 事物管理的一个方向 核定征收不是 那么核定征收就证明你 自己无账可查 所以你才核定呢 对不对 我们税收管理的方向 就是有账可查 而且呢 这个账呢 是比较正规 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所以现在好多地方都是核改查 好多地方都是核改查 那么这个像湖南吧 对吧 湖南我记得是去年吧 那这样说起来 就得说前年了吧 我想想2019年 对2019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那边大规模的核改查 核改查 尤其是对于这个建筑业 核改查的还多一些 所以这是一些概念 你要懂 那么另外呢 我们主要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税上的问题 主要是从所得税的角度 来给大家说 比如说承担无限责任的 什么叫无限责任 刚才说了 是吧 就是你可以一下子 回到解放前的这种 个人独资啊 合伙企业啊 个体户啊 等等 按经营所的缴纳 个人所得税 承担无限责任的 按经营所的缴纳 个人所得税 个体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的投资者 在所得形成的时候 缴纳个税 而非分配的时候缴纳 这就是典型的 先分后税 先分后税 也就是你有所得 你有所得就得交个税 你说我没分呀 没分也得交 先分后税 先把所得分开 然后再交税 而不是说分配的时候 就交纳 你有所得的时候 就得交纳 形成所得了 就得交个人所得税 不过就是先把所得 分给每个人 让每个人去交 他使用的这个税务呢 是经营所得 5%到35%的这个税务 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个税征收的方式 查账征收 核定征收 对吧 各税也有查账征收 还有核定征收 核定征收呢 分为定期定额 核定这个征收率 还有核定应税所得率 等等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律征税 我们现在呢 好多地方啊 他对于个体户 都有个双订户管理 双订户 有定期定额 一般的话呢 3万块钱以下 这些增值税啊 增值税当然不用交 因为增值税 季度30万都不用交 所得税呢 3万块钱以下 个人所得税 他也不用交 这就是所谓的 双订户管理 超过财交呢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表 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税率表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经营所得的 这个税率表啊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表 就是经营所得税率表 五级 这呢 超额累计税率 五级超额累计税率 要知道这一点 那么这个表中呢 全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地方有全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实际上是 记忆提个税的一个依据 乘以这个税率 减去这个诉讼扣扣除数 是这么做啊 那么全年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呢 是按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 以每个纳税年度的收入 减去成本费用后的余额 也就是说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如果是用这种方法来交税的话 他算这个应纳税所得额的思路 跟企业所得税是类似的 基本是一样的 那么你得到了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呢 乘以至绿 减去诉讼扣除数 应纳税所得额 等于年应税收入额 减去准与扣除的啊 减去准与扣除的 税前扣除金额 税前扣除金额 要注意啊 那么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制企业 先交企业所得税 再交个人所得税 它这个税负就是非常重的 因为你做一个企业 你得先把企业所得税交了 把企业所得税交了以后呢 再把个人所得税交了 企业所得税交了 个人所得税再交了 这是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制企业 先交企业所得税 再交个人所得税 公司制企业在所得形成的时候 交纳企业所得税 也就是你作为一个公司 有应纳税所得额 说白了就有利润 基本上有利润 都可以说是有应纳税所得额 很少有条件条 都没有应纳税所得额 很少 形成缴纳企业所得税 先把企业所得税交了 交完企业所得税 剩下的就要净利润 对吧 净利润才可以进行分配 那么在所得分配的时候 或是同分配的时候 这个个人投资者 他在缴纳个税 是用的这个税末的 就是股息红利所得 股息利息红利 应纳个人所得税的税额 等于每次的收入额 乘以20% 所以大家你算一算 这个企业 在这个公司 这种形式的企业 在所得税这个税负上 它的比例是多少 算了吗 公司之企业 既要交企业所得税 那么它的投资者 还要交个人所得税 一般企业所得税的负担 是25% 对吧 交了25% 剩下的是75% 75% 再交20%的个税 所以说它的税负 达到了40%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公司之企业 你锁的税这一块 税负达到了40% 是非常重的 锁的税的征收方式 也是一样的 企业锁的税也同时是 查账 还有核定征收 两种 查账征收 还有核定征收 都是这么几个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交税的这个问题 交税的这个问题 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 它交税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大家你通过我们这个比较呢 其实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最大的区别就是交 所得税这个问题上 对吧 增值税这个无所谓 就是500万是个项 一般大数人还是小规模 有了增值税呢 同时就会有附加税等等 它主要的还是锁的税这个问题上 所以我们平时讲这个筹划呀 或者是我们平时讲这个 先要对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一下 筹划呀 或者事先的构想啊 主要就是锁的税这个问题上 因为锁的税这个事特别的大 咱们就说句比较这个 什么的话呢 比较通俗的话吧 锁的税这个问题上 其实会计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你说是吧 你可以控制一下 但是增值税这个东西呢 它就不好控制 因为你只要是开了票 就会有肖像 这个没问题吧 你只要是抵扣了 就会有镜像 你这个有什么可控制的呢 对不对 因为你增值税没的镜像 你拿什么去抵啊 但是锁的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稍微的去控制一下 所以这个锁的税还是比较重要的 锁的税的重要 锁的税还是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这两年 国家呢 他把这个锁的税这个问题 就写锁的税 给你一个劲子降税率 大家你想一想啊 你看一看这个地方 个人锁的税 五级超过累计税率 它的税率是从5%开始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最高达到35% 你觉得它很低吗 这不低啊 那么大家 你再想想企业锁的税 我们企业锁的税 最高的是多少 25% 对吧 企业锁的税冒天了 不就是25%吗 如果你的利润是300万之内 那么你的企业锁的税 它的税率是5%啊 300万之内 100万之内啊 是5% 100万到300万之间是10%吧 大于300万是25%吧 也就是企业锁的税 最大也就是25% 但是这个呢 却达到了35% 所以也不一定 办科技户就一定会省税 对吧 但有同学可能会说了 因为还有个税呢呀 个税就会达到40%了 那你要这样比的话 就是企业这个公司这种形成 还是税幅高一些 因为你看个税之后 最高就是35% 对吧 但是这个呢 加上个税 加上企业锁的税 两个锁的税 可以达到40% 这个还是高一些的 那大家呢 还可以去测算一下 另外呢 你到底是办个底户啊 还是办公司啊 对吧 你办公司 你是办个人独资 你是办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办股份有限公司啊 这个东西 它有的时候 你也不能说 光从省税的角度去说 因为你还要考虑到 你企业的经营 对不对 比如你企业的经营 你就需要公司 这样一个身份 对吧 那我们就从公司 这个身份上去想办法 去怎么去做筹划 如果说你企业这个经营 也无所谓 老板也不太在乎 是吧 反正我挣钱就行了 对不对 我有一个这么个组织机构呢 我就是为了用个发票 什么的方便 那这个就无所谓了 但如果说你不是这样 对吧 你不是这样呢 那建议你呢 还是要考虑考虑 这个企业的组织形式的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了 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同学们 但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沟通一下 今天呢 也是我们第一天上课 我看一看大家的问题 好吧 非常感谢同学的问候 也祝大家新年好 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呢 都通过这个学堂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平台 不管是我自己 还是同学们 咱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进步 还有提高 我们虽然说呢 是在这上课呢 好像我是在讲 你是在听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学习 我在跟你讲的过程中 我也是在学习 你在听的过程中呢 你也是在学习 总之呢 嘱咐大家一点 也算是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 2020年呢 2021年呢 我有好多的学生 要参加这个专家版的考试 当时我就告诉这个学生嘛 就是世界上 他再难的考试 也有人过 同意吧 再简单的考试 也有人不过 所以说你能不能考过这个试 关键问题就是在于你自己的努力 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能不能学会呢 在于你自己 对不对 这个开始学习永远都是不晚的 对不对 像刚才呢 你这个问题我回复了啊 就是说 呃 你可能是买的这个付的钱多 买的这个东西呢 票少 票少你就如实记账就行了 他没有发票 但是你可能有一些入库单吧 对吧 你凭这些入库 他无非就是说什么 业务已经发生了 但是单就不全 单就不全呢 可是业务发生了 我们还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 全额的去记账 没有发票 做纳税调整 啊 没有发票 做纳税调整 呃 听不懂 也无所谓懂语不懂吧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呢 它没有什么前后的关系 关系 其实咱们这个课呢 它没有前后的关联 不是说前面那个课不听呢 那你后面这个课就听不懂呢 它没有这个关系啊 那么大家呢 主要就是还是说 呃 因为这个课程啊 它就是说 一个话题 一个话题的 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完了 我们就会说下一个话题 对吧 然后这个话题说完了 就会说下一个话题 一个话题 一个话题的 它没有什么前后 特别嫌疾的关系 那么如果说呢 你原来也没有从事过会计 或者也没有参与过任何的考证 你可能会觉得 确实是有一些 有一点点费劲的啊 有点点费劲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多去看几遍 可以多去看几遍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 可能给大家讲到的一些东西啊 可能都是经济法上的一些东西 你说你做一个会计 能不学经济法吗 我们过去考会计证 都是考财经法规的 后来我们考初级 中级 住宿住宿 你看哪个课离开了经济法 对不对 这会计就是离不开经济法的 会计离不开经济法 你看 现在有好多的那个律师 会来找我问一些税法上的问题 NBO有好多朋友是律师 他打官司的时候 对于解锁的税啊 对于个税啊 他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 作为一个律师呢 他的这个税收 法律这一块呢 学的可能不是说特别的 这个到位 所以像刚才有个人说的挺好的 懂英语 对吧 懂会计 懂法律 确实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 应该是大家追求的目标 当然他也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年终奖呢 这个是一个工资的一部分 年终奖是工资的一部分 那么年终奖 你要不要并到社保里面去呢 这个问题我只能是跟你说呢 社保的管理 它就有地方性 因为国家现在一个劲 是在说 这个不清欠 对吧 过去的话呢 有这个欠社保 什么的 不要清欠 那么你们当地这个社保 是核定的 还是按照工资的总数去交 按照工资的金额去交 还是核定的 这个就取决于 你要不要把年终奖 并到社保里面去 因为年终奖 它肯定是工资的一部分 按理说是要作为 社保计算的依据的 但是现在呢 好多的地方 在管理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社保还在按核定的 对吧 那样的话 你就不用管了啊 公司刚成立 没有工资 法定代表人 零申报也没有风险 可以 你公司刚成立 你没有工资 没有经营 什么也没有 那你可以零申报 但是一般的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会认为 这个公司既然是成立了 就应该有人员 对吧 你就应该有工资 那么就应该有一些费用 因为你这个公司成立了 前期亏损是很正常的 但是到后期呢 你会盈利 对吧 你盈利和前期的这些亏损 是可以弥补的 而且如果说公司成立了 还是一道筹建期 筹建期 它有筹建期的一些税收规定 对吧 而筹建期有筹建期的一些规定 ETC怎么打发票 这个我可能跟大家说了一声 ETC呢 交发票呢 就是在票根APP 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票根APP 从那里面打印 你专家费没有发票 人家也不给你开收据 这个怎么办呢 专家的这个东西 开收据可能也不好使 因为你这个收据呢 是500块钱以下的才行 对吧 像他这种应该是 代开劳务发票 代开劳务发票 但是代开劳务发票呢 可能就会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就会涉及到20%的个税 他不愿意交 对吧 那你不行的话 你就只能是凭你的支付评论去做到 而且费用没有发票来支撑的话 锁的税之前得做那是调整 所以这个你可以跟这些专家们先协商 去代开劳务发票 那这个税款怎么承担 那么你们自己去沟通 怎么去沟通 这个同学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好 航空票报销不是本单位的 大家你想一想 他都已经造假了 他还会去考虑是不是他的员工吗 不去考虑了 他不去考虑这些东西了 咱们课堂 学堂上应该是有专门讲个人独自的课 大家可以去这个大厅里面去搜一所 大厅里面去搜一所 应该是有的 对 你月薪五万的会计 跟月薪三千的会计 干的活是不一样的 他给单位创造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给单位创造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认缴制 认缴制呢 这个办公司的时候 咱们这个资本是认交的 一般的在你的公司的章程里面 会写着一个资本到位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 你把这个资本把它认交上就行了 认交上就行了 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 你还没有交这个资本 这个属于是持延交纳资本 你什么时候往公司账上交钱 实际上都可以是认为是失收资本 你可以转到失收资本来 那么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呢 老板交来的钱 你挂了其他佣妇款 对吧 其实你可以转到失收资本来 转到失收资本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交一个印花税就可以了 受试的难度呢 应该比中级我认为呢 就是稍微的难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受试毕竟是考五门的 对吧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税收代理实务 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难一些的啊 但是呢 如果说大家一直在学堂 跟咱们学着这些实践类的课程 那个课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呢 这个终极是九月份考试 受试是十月份考试 你可以同时备考 同时备考 如果说你能够考下来终极 你中间还剩两个月的时间 再去备备受试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你考受试试的时候 可以考税一税二和税贷 再加上一个财务语会计 因为税一税二三税一般都是一起考的 那么你既然考了终极的采管和终极的实务 你再去考一下 呃 财务有会计 就没有问题的啊 公司在2021年1月份发了 2020年11月份和12月份 两个月的工资都超过了5000了 如果报个税 首先 2021年1月份发的这个工资 它属于2021年1月份的收入 它属于2021年1月份 不是2020年的 这个问题我说过好多遍了啊 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 它就是说你取得所得的次月去交税 啊 你取得所得的次月去交税 你取得所得是2021年的1月 你应该在2021年2月去生报个税 跟你发的是几月份的工资 没有关系 你说我发的是10月份的工资 那个是你的权责方式 没有关系啊 你这个钱要并到2021年的收入里边去了 你得到2021年去交个税了 明白吗 同学们说清楚了吗 因为它是按照你支付所得的月份 去确认你的所得啊 你汇算清早的时候有一个7开头的表 你去看一看 10700表就是专门让你把这个 呃 免税收入和交税收入分开天的 汇算清早会有这张表 我们到时候也会讲这个表的啊 小微企业全额返华 这个小微企业应该是国家工信部的一个标准 这个确实有这个政策 我回头看一下 我下次可跟你说 好吧 所得税的税负啊 所得税比上你的那个利润 自己交难的属于灵活就业 你可以咨询你们当地的社保局 工地基金你断交了是不是可以补上啊 对吧 这个得问问你们当地啊 员工个税单位承担了 员工的个税单位承担了 那这个你得走一下营业外支出啊 员工的个税单位承担了这个得走一下 营业外支出啊 因为这个不是单位的 可以啊 你可以给他承担个税 但是不是单位的支不是单位的费用 走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要调增的啊 好同学们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晚上接着讲个税 我把那个个税的新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新年第一天啊 非常感谢同学们呃的支持啊 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啊 税负怎么算 增值税的税负就是用增值税税款比上收入啊 增值税的税款比上收入 可以 乌兰你这个问题问的好 好多企业都是提前把工资发了 即使公司不发人家也把个税报了 就是为了防止那个个税跨年 好那就这样吧同学们 哎对了同学们咱们有一个小程序啊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咨询咱们这个会计份 大家都把这个会计份扫一扫啊 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咨询会计份 另外呢还有一个咱们学堂呢 他有一个一对一的服务 比如说现在不是要汇串轻角了呀 大家你对你们的账如果没有信息的话呢 可以扫这个码 找咱们的陈老师咨询一对一的业务 这个业务是付费的啊 好了同学们两个码啊 找到管理费用不行 要做纳税调增 你直接就走 言以外支出 我觉得比较好啊 扫这个码就可以了啊 咨询咱们一对一的付费咨询 好了明天我们讲个税 大家再见 好